这一声就像开了挂一样 驻马店之光 科学家当中明星级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 他在实验室唱歌 2002年35岁的他 成为普林斯顿大学 分子生物学系 当时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40岁拒绝千万美元科研经费 毅然回国 任教母校清华大学 他就是石一宫 结构生物学家 清华大学副校长 只要我在的地方 我认为就有正义 在您心里觉得卓越 并不能跟学历画上等号 这个社会如此之大 宇宙如此之浩渺 你梦想还没开启的时候 先想去挣钱去工作 Come on 本期演讲者 石一宫 请为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健康饮酒 倡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当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今天现场的掌声一听都不一样 很有气势 雷鸣般的掌声 因为今天现场人多 我特别激动 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多观众 太兴奋了 导演说 不是来看你的 说都是因为今天 要站在这个讲台上的 一位大家非常尊敬 和喜爱的科学家 也是名气很大的一个明星科学家 他是谁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本期开讲嘉宾 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副校长 结构生物学家 石一公教授 有请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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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请坐 您一走出场 我从女生的眼睛里 看到了四个字 长腿欧巴 真的 石老师这个身材比例真好 我是听说您 当年在清华大学是田径队的 没错 您是从事的是这个进走这个项目 我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这个男运动员呢 按说只有二十公里进走 我呢 那一次呢 在清华比赛是十公里进走 创记录以后 以后就没有男子十公里项目了 所以这就意味着 当石老师创造了那个项目的记录以后 这个项目取消了 这个记录永远不可能再被打破了 因为您是科学家 所以我们要出一个 就几乎所有来开奖的科学家 都会面临的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一两句话 能不能让我们这样的文科生 搞明白您在研究什么 我试试 我是做结构生物学研究 其实呢 重点在结构上 比如说 我戴的手表 它为什么能走呢 原因是因为它背后的结构 对于手表专家来讲 一把它的结构打开 它可以把坏表修好 一样的道理 我呢 是研究生命科学的结构 所以说 生命科学里边 最后一个组成单位 大家可以想象 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你把细胞打开 细胞里的蛋白质的结构 研究的清清楚楚以后 你就知道疾病怎么产生 疾病怎么预防 怎么样可以去治疗疾病 这就是我做的 就是打开 蛋白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之门 谁刚才带头鼓掌了 假装自己都听懂了 是吧 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个 像钟表一样的 复杂的结构的话 您是研究到最小的 小齿轮上的那个层面 没错 只要把结构搞清楚了 出什么问题 咱们都好修 没错 是这样 我明白了 我可以带头鼓掌了 今天来到现场 这么多的观众 包括这些都不是观众区域的 现在都坐满了 很多慕名而来的年轻的学生 您对于自己 现在已经成为科学家当中的 明星级的人物 您怎么看这个事 其实是我们叫mixed feeling 其实按说做科学 应该是老老实实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中国人讲求低调 讲究心无旁骛 其实我的绝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科学家 也应该有一种责任 尤其是在当今社会 我们的青年学生 受各种观念冲击非常厉害 对现在一些的观念 我不是不理解 而是不能理解 我觉得科学家也有义务 科普向社会传达一种价值观 所以当下我们听到很多说法 说中国需要赛先生 那么此时此刻 站在我们讲台上的 就是一位赛先生 我们有请十一工校长 为我们开讲 我还挺紧张的 我想先问一下在座的 有没有我们河南老乡 几乎占了一半了 因为我是河南人 还是猪马店人 所以到哪呢 我都要先认一认老乡 我想这也是中国的一个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我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产物 到现在为止 我很幸运 我没有考试 是保送去了清华大学 入学的时候 懵懵咚咚 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已经 好像这个世界 看得很明白了 但是在清华的一件事情 对我影响非常之大 那就是 我在大学三年级 刚刚入学的时候 我亲爱的父亲 突然之间离我而去 在9月21号上午 在第四节课 最后一节课 下课之前 我们班的教室里 突然进来一位 传达师的老大爷 他就问大家 他说不好意思 我打扰一下你们 在座的有没有一个 叫施衣工的 我说我就是 他说你家里出事了 赶快出来 我当时心一领 不知道什么事 出来以后 看电报上 我大姐发来的 只有七个字 负病危 速归速归 我拿着书包 没有回宿舍 就往火车站跑 十二点半 就跳上了 第一班 去郑州的特快上 我很少流泪 应该说 我都不知道 上一次什么时候 流过眼泪 但是在火车上 我一直忍不住 我不知道家里 出了什么事 晚上九点多 火车到郑州 我根本没有 这样的时间 去等待公共汽车 我是从郑州火车站 跑回家里 就是希望能够 见我父亲一眼 但是在家的楼下 到楼门口的时候 看到是几个花圈 那个时候 我已经非常绝望 仍然想象 这不是我的父亲 我跑上四楼 敲开门 看到家里的花圈 看到我父亲的晚链 当时我很崩溃 我无法抑制我的感情 其实我的父亲 在两天之前 下班的路上 被出租车司机 疲劳驾驶撞倒了 这个司机 把我父亲送到医院 急诊室的时候 我父亲还 只是昏迷 我们事后看记录 当时的血压 一百三八十 脉搏六十二 都是正常的 我相信 如果正常施救 我父亲 会看到我今天 可是当时 急救室里有一条规定 任何人 如果到急救室以后 要先交五百块钱押金 才能施救 而1987年 五百块钱 比现在我想 五十万都难凑 当时 这个司机 开着车 花了四个半小时 凑足了五百块钱 晚上十一点 回到人民医院 急救室的时候 我父亲 脉搏已经没了 零 心跳 血压都没有了 测不出来 我难以想象 为什么会发生 在我身上 发生在我们家身上 为什么 让我承受这一切 大学三年级的我 我的所有的价值观 世界观 是崩溃的 我多次会 半夜起来 两三点 跑到圆明园 直到把自己的体力 在狂奔中 消耗为尽 大哭一场 才能凌晨回到宿舍 开始一天 正常的生活 其实我想了 很久很久 我父亲去世以后 我不再像 以前一样 觉得我只是 简单的 懵懵咚咚咚 简单的 继续我的学业 也许将来 做一个科学家 在大三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改变社会 我要从政 因为我觉得 从政 可以最直接地 给一个城市 一个乡村 一个省 一个行业 带来福祉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 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在冲击我们 所以我这个 从政的想法 经过两年之后 最后 没有往前走 我是提前一年毕业 我迫不及待 走上社会 我的第一份工作 你们也难以想象 是去香港 去经商 合同都签了 签了以后 还没有得到旅行 合同就又失效了 还没有就业 就失业了 我想了一晚上 在清华的 清华大学 学生宿舍 七号楼的三楼 决定出国留学 出去看看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 我是很迷茫 我曾经想转行 曾经想转计算机 转经管 我觉得我一定要 好好抚养我的母亲 我要挣钱 想了很多 但没有想到 一旦进了实验室以后 发现在科学研究 这个殿堂里面 是如此之神妙 出乎你的想象 95年 从霍普金斯大学 生物物理系 拿到博士学位 尽管觉得自己 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 会去做学问了 我总希望自己 不留遗憾 我去面试了几个位置 拿到了一个保险公司 中国首席代表的位置 当时面试我的 这几个面试官 有位跟我讲 他说小师啊 中国的保险化 刚刚放开 你加盟我们 我们进军中国市场 你转眼间 就是六位数字的收入 那就是六位数 你们知道是多少美元 然后你会是 中国市场的开拓者 当时听的 我也是觉得很好玩 真的不是心旷神 因为我觉得不够浪漫 其实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说服自己 做学问 做科学 是最浪漫的事情 最懵懵以求的事情 当你跟着自己的兴趣 争着凭自己的兴趣 走一条路的时候 要坚定地走下去 不要被周围的人 事物轻易打动 对于我而言 从事科学研究这条路 我从来都觉得 是一条正路 从来不会为周围的东西 所打动 所打断 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 同学 学生 大家 能够好好地走自己的路 不要轻易地 被周围的价值观所牵引 尤其是 不要轻易地 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对我印象最大的 当然是我的父亲 我也一直在想 我父亲对我的期盼 想我怎么样 可以往前走下一步 博士毕业的时候 我就想回国 其实我们这一代学生 我们都一度以为 美国是一个 美好 自由 完全民主的国家 实际上我的第一个梦幻破灭 就是到美国之后 我在美国 被抢过一次 我的车 也被偷过一次 到美国的之后 一两年 两三年的经历 让我开始 能够比较客观地 审视周围的环境和世界 让我的世界观 重新稳定下来 甚至是回到了 我父亲 母亲 可能对我期盼 那种世界观的 这个尺度里来 所以1995年的时候 我博士毕业 我想回国 我爱人 任兵 问我 说你回国 你能干啥 你只是博士毕业 中国也不缺你一个 也不差你这样的人 当时我就打变 我说回国 至少三件事 我可以做 第一 我可以去我的中学 去当英文老师 也可以做数学老师 我还是河南省数学竞赛第一名呢 当时 我说如果我的中学不要我了 说我没有做老师的资质 怎么办 那么我说 我可以去做导游 我喜欢旅游 年轻的时候 像你们那样年纪的时候 我可以带团 就你们现在去旅游点 拿个小红旗带团 中文英文讲解 咱都可以 如果还不行的话 我开出租车总可以吧 北京街头 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 多酷啊 看大山 聊天 多豪爽 我就可以是叫出租哥 没问题 而且我又喜欢开车 我从来都觉得 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想开了 想清楚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 挺好的 但是呢 毕竟 我还有点不甘心 如果真要回来的话 我还想 让自己往前走一步 因为你在用你自己的材质 为社会创造财富 你在用自己的力量 推动社会前进的时候 是一种浪漫 所以我做了博士后 从读博士后开始 1995年的春天 一直到现在 我从事相对而言 比较独立的科学生涯 整整22年 应该说这是我最 最让我内心得到平静 和满足的一份职业 我有时候 会在自己空闲的时候 给我的爸爸 写几句话 告诉他 我在学术上 取得了什么成就 我的这些成就 将来有可能 有什么样的应用 会对社会 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我会给我的父亲 解释一下 做学术 让我内心 重新得到宁静 让我内心 得到很多满足 如果你问我 十年之前 回国什么目的 其实 非常简单 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 我想培养最优秀的 创新型的青年人才 尽管95年就想回国 一直到2007年 十年之前 才在清华 开始培养第一个博士生 中间又隔了12年 我又花了12年做准备 我总在想 我在普林斯顿做的事情 能不能将来 在清华能replicate 能够再复制 也常常心里不平衡 什么不平衡呢 我们总是以我们 走出国门 到美国留学的 留学生为例 说你看 这些人到美国有多好 可是给大家说实话 做的也不好 我这一届 清华1985年 我们有2251位 本科生 毕业那一年 和毕业之后那一年 我估计 16700都去了美国 现在 大部分还待在美国 我们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为啥给大家讲这个 我讲我的心里不平衡 我们这么多 极极优秀的 中国学子 中国学生 到了国外 可是他们有多少 能脱颖而出的 这个比例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 所以当我在普林斯顿 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 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平衡 当我去跨国大的 制药公司去参观 当接待我的 和我交谈的 都是白人 而下面打工的 我下面了解到的情况 这些中国人非常优秀 他们是我们的北大 清华 复旦交大 国内一流的名校 出去的学生 他们的智力 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学识 远远高于 他们的雇主 他们的老板 他们老板的老板 可是他们很满足 非常遗憾 他们非常满足 因为我们文化里边 我们的文化里边 有一句话叫 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用来对生活 对物质力的追求 没错 但是我们这些 其实接受了 大学文化教育的 得到了一些 特殊教育背景的 我们这批中国人 到了美国 到了海外 还是知足常乐 这就有大问题 所以我其实 一直心里非常不平衡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自己想回清华 想回到清华 我有时候想 清华强 则中国强 我刚回国的时候 我曾经信誓旦旦 我说我要能改变 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 能让三分之一的 清华学生 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 我觉得 就会是股 非常强大的力量 就会是一场革命 会让中国变得 更加美好 其实你想 如果清华每年三千学生 如果我们没有一批学子 没有能够最后 在满足小我的同时 在满足小我的同时 能够把大我 把这个社会 放在心上 有这种浪漫的情怀 Care for the society 这就坏了 真的坏了 这就是非常非常 令人遗憾的事情 我其实挺担心的 为什么人要学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 原来世界要看破红尘 要觉得世界不过如此 最后叫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我不理解这一点 我真是不理解 我很小的时候 隐隐约约觉得 我的父母 觉得老师 希望我长大 能够成才 能够做事情 做大事 当我小学的政治老师 告诉我 说十一工 你长大了 要为猪马店人 争光的时候 我记忆到现在 即使在我最崩溃的时候 我也会写日记 我也会拍拍胸脯 鼓励我自己 说别忘了 你是十一工 别忘了 你要做大事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大事是什么事情 真的是这样 我虽然不知道 要做什么大事情 我总是鼓励我要做大事情 在我看来 无论是做什么 最后一点 就是看 能不能作为一个人 实现自己的价值 你能不能给社会 带来价值 当你不能给社会 带来价值的时候 我认为你作为一个 人的价值的实现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 每一位在座的 都想一想 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生命只有这样一回 如果不把生命 体验到极致 你不后悔才怪 我一直在思考 创新 如何鼓励 中国大学的毕业生 我们的均值很高 但是方差很小 我们不喜欢 大家标新立异 我们喜欢大家都 循规蹈矩 走路 坐姿 无论是服装 发型 都尽量是要统一 这种情况下 培养的学生 思维方式 等等 也受禁锢 说实在的阻碍创新 因为我可以说 在中国长大 就在美国 待了很久 十几年 我总在比较 其中的优劣 我在想 你看美国 教育的公平 是有公立大学保障的 但这个社会的卓越 科技的卓越 基本是有私立大学保障的 从西海岸的加州理工 斯坦福 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 哈佛耶鲁 超一流的这些学校 都是私立的 对一个国家 它的实力体现 国家安全保障 是靠卓越 而这个卓越 一定要用特殊的方式来保障 怎么做到呢 我们希望 在我们美丽的西子湖畔 在杭州 创办一所 中国第一所 现代化的 世界级的 研究型的 民办大学 这所大学名字就叫 Westlake University 叫西湖大学 我相信到时候 民办大学 跟我们的公立大学一样 交相辉映 是对公立大学的重要补充 他们也同样 为国家 为社会培养 高精尖的人才 将来 过三十年 五十年 我们的后代 能够对世界说 我们中国人 做出了 跟我们的民族的人口 和我们的历史传统 相配的贡献 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 而这一点要达到 是需要创新的 而这种创新 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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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